一个身怀六甲的女人居然在野外遭到了贼人的抢劫 好在一个名叫做头饰的侠客 及时出现才驱赶了贼人 然而不幸的是女人因为惊吓过度 不得不让肚子里的孩子提前来到这个世界上 因为做头饰双目失明 所以她也是说服了女人放下羞耻心让她接生 黄天不负有心人在做头饰的帮助下 女人成功地诞下了一名男医 没想到的是 这一幕居然被赶来的一个男孩给看见 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侠客 做头饰决定带着孩子去寻找她的父亲左太郎 然而等做头饰来到女人所说的地点时 村民却表示左太郎已经离开这里了 而左太郎唯一的妹妹还是带子龟中的女孩 她自然也是不愿意接受这个大麻烦的 于是他们就找到了一家人 暂时帮忙照顾婴儿 而做头饰也决定等左太郎回到村里之后再离开 毕竟帮人帮到底吗 她要确认这个婴儿的安全与保障 不过很快意外就发生了 一个叫做铁太郎的村宝 带着一群小弟气势汹汹地回到了村庄 然后左太郎妹妹所在的客栈就这么被霸占 而客栈以及村庄里有点滋涩的女人 都要被挨个搜身 然后献给恶霸们搬手 左太郎的妹妹因为欠铁太郎二十两银子 也差点清白不保 不过在她苦苦哀求 以及极力保证明天哥哥就能回家 然后帮她还上这些钱后才能幸免于她 不过她要是没能及时将这些钱给补上的话 她要面临的就是每天晚上和好几个男人做爱情游戏 不过好在左太郎是暗时回到了家里 但同时她也得知了妻子在诞下男婴后死亡的消息 不过更扎心的是 用来给妹妹赎身的那二十两 在左太郎妻子的身上 而现如今已经是见了劫匪的口袋里 没想到的是之前目睹这一切的小男孩健太 竟然也是左太郎的儿子 而健太则是将瞎子杀了母亲的事情说了出来 于是上一秒被当作救命恩人的座头使 下一秒就被当场的杀人凶手 座头使表示她不是杀人凶手 更没有拿走女人身上的财物 更何况她们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解决你妹妹大狮子的麻烦 还不上铁太郎这二十两的漏洞 她可就要去当免费的意见了